世界好亂 钱要往哪里摆才安全 接下来解封还有生计族群 是惠斯老师提醒大家 蓬蓬的社会族群 惠斯老师你刚刚讲说 第一个脚过分比较小 然后之前没有先长过的 应该是说长很多的 他会先休息 等他休息完 接下来换之前没有长过 已经整理过的 来换谁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的话呢 就是说第一个像是三副 那三副的话呢 那K线他其实之前 他就建高点 等于是说他之前 已经先修正过了 那修正过之后 他现在在低档附近 所以你看基本上 我们要讲的概念 就是我们时间短一点 短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说 这样又太短 再长一点点 你会看到说 他就是一个上升趋势 那上升趋势里面 拉回过的股票 就像那个时候拉回过一样 所以解封概念 我的意思说 他们基本上来说是走偏多的 还是比较多头 但是你不要去买在这个位置 买在这个位置 所以刚刚讲的这个 像亚洲上桌斯 那会有像今天六角 六角今天也回 那他为什么回 也是因为他就是上去之后 他还没有整理过 所以那些股票 我觉得他也偏多 但是你要等他拉回整理以后 拉回整理过之后 你就可以介入 那反过来讲的话 像申父你刚刚看 我刚讲医师就讲 他基本上就上升轨道 但他短线跌过 那跌过之后 现在开始慢慢的往上面跌高 那原来的上升轨道 还是没有变 那再来的话 还有一种就是 东哥游庭 对比较高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领域 这个领域就是说 他虽然说是有通膨的影响 但是他是很高端的消费 那很高端的消费 他就不受影响 为什么 因为那个数字对他来说 就只是账面上多一点少一点 那现在手上的地 大概一亿美金 能见度不是看到二零二二 二三 是看到二零二四去了 所以因为今年获利也很好 今年大概二十块钱左右 那明年可能就二十六块钱的获利 所以他的本益比来说 现在两百六十九点五的话 那本益比就算低了 来看一下东哥游庭 所以你看他也是一样 他们其实都是一个走多头的 都是在季线上走多头的 但是上次他也是拉回到季线 打了一个底 然后上去创新高 现在拉回到季线再打个底 所以类似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 比较可以去注意的方向 好 谢谢惠慈老师 找股本比较小的 而且目前股价的技术线型 还在多头的轨道上 拉回到了前一次的支撑 就可以考虑进场的时间点了 谢谢惠慈老师的提醒 这些都建筑在高通膨之下 这个礼拜美国要公布 非常重要的通膨数据了 包括PPI 包括了CPI 吴老师我们要请您上台来 我们说这一波经济数据 好难解读 就是说经济数据越好的话 以前我们都觉得 对于股市来说 是好消息解读 但是现在经济数据好 联准会就要打你 经济数据越好 我们对于市场 投资市场就要越谨慎 这个礼拜四老师 我们要怎么解读通膨的数据 通膨数据的解读区分成 我们先看一下经验法则是说 我们看的物价指数数据 如果有跨过百分之三 那我们就承认说通膨来了 如果是跨过百分之六 那就高通膨 这是一个经验法则 来判断说通膨的情况 那么联准会的政策目标 公开了解的 就是在没有通膨压力的时候 他就是追求这个物价稳定 跟就业最大化 这两个大家熟知的目标 但是一旦有通膨 有高通膨的时候 他的整个政策逻辑就换了 以前是很怕造成经济衰退 现在可能必须靠经济衰退 才把通膨打下来的话 那就不惜经济衰退 所以以前联准会 绝对要小心避免经济衰退 现在很可能缓过来 很可能追求经济衰退 要牺牲经济衰退 升息升到衰退 把通膨打下来 因为他这个现在打通膨 是首要任务 如果应该 如果不用靠衰退 就把通膨解决 当然是最好 万一联准会发现实在不行 那个叫软着陆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一定要靠经济衰退 才把通膨拉下来的话 那联准会的升息 没有升到经济衰退 就是不负责任 OK 好 那重点就在于通膨数据 对 那联准会不能接受 先要讲一个概念 说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不能接受高通膨 持续一阵子 因为如果通膨是暂时性的 短暂性的 涨上去然后跌回来 OK 他不用急着反应 没关系 像去年下半年 他本来以为是暂时性 原因是因为他发现 疫苗开始接种 很可能疫情会缓和 因为疫情造成的攻击短缺 那个瓶颈可以克服 那现在发现他不行 他承认这个是通膨 而且是高通膨 所以他开始全面兑付 那基本方向是这样 一定要让联准会控制的 那个联邦资金利率 或者叫基准利率 追上通膨率 而且还要超过 在高通膨的时代是这样玩 在低通膨的时代的话 因为是通缩 所以他用量化宽松的话 是去抵消通缩 所以量化宽松了半天 没看到通膨 可是现在是真的通膨来的话 那这整个概念不一样 那目前基准利率是3% 可能这个11月份还会再升 那目前停在3% 可是目前的那个通膨率是8.3 基准利率要追上通膨率 甚至超过 现在基准率是3% 通膨是3% 8.3 还落后一段 所以联准会现在是在落后追赶 不管数据好不好 我告诉你他都要追赶 那这个是有 他现在暴力升级 就是说升级弧度大 而且升级速度快 我把它比喻成暴力升级 现在我们看一下 当年这个10% 就是当年利率升到 升到10%的时候 这是10% 红色是基准利率 然后蓝色是CPI指数 对对对 这个红色是利率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现在看到利率 那个上升 红色的利率上升 对红色的利率上升 追到10%以后继续上升 可是物价指数跟着上升 利率上升以后 这个两个是重叠的 从10%升到14%15%这里 看到这一段 这一段表示利率上升 没有真的把通膨压下来 最后利率只好超过通膨 利率称 你看红线在蓝线之上 表示我们的利率 一直在通膨率之上 拖了很久 拖了这么久 在正常情况下 你看红色红线就是利率 都在通膨之上 现在跟大家解释一下 观念这样 假设你现在换款出去 赚利息 利息3%现在对不对 然后这是年利率 然后你一年后 你发现通膨是8% 那就是说 你现在换款100块出去 一年后收到103块 你的利息 可是你的购买力 今年的话100块 可以买到100块的东西 你一年后100块 要买的东西变成108块 你等于被课了通膨税 所以你怎么办 你与其换款赚利息 不合算了 你怎么办 赶快买东西 你手上一拿到货币以后 赶快换成物资 也就是货币的流通速度变快 大家把手上的东西 把货币 因为货币会贬值 货币的购买力会下跌 所以对你来讲 你拿到货币的话 要赶快把它甩出去 换成东西回来 因为购买力在流失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概念 所以利率最后要涨到通膨率之上 才叫做真的有利率 有利息 所以那如果以这个阶段 上一次的升息阶段来看的话 吴老师我们现在在哪个 我们现在在哪个阶段 我们现在还早了 我们现在是利 那个我们的利率 在那个通膨率之下 现在我们的利率其实 利率在通膨率之下 这边 对 那是这样 我们利率低于通膨率 所以要慢慢的往上 追上而且还要超过 对 就是我们现在的利率是在物价的下面 表示现在我们落后 落后以后开始追 你看它开始追 追了结果 继续涨 你看它追到百分之十了 利率最大百分之十了 可是通膨继续涨 没有压下来 这样大概多久的时间 这样子大概 这个大概一个季到两个季 问题是整个期间的话 让利率一直高于通膨率 像这里的话最高点 利率升到20% 大家都知道 当时的话 那个通后膨胀率14% 15% 就是有超过五到六个百分点 然后最后你看整个压下来的结果 通膨终于开始降了 对不对 降了下在通膨下降的过程中 它还是高于那个百分之二 它从百分之十五十这样慢慢降下来 你看这整个时间拖很长 我举个例子 我们在1980、81的时候到 1980的六月的时候到百分之二十 我1984年九月去纽约开 活期户头的时候 活期户头的利率是百分之十四 天啊 所以你看四年 它其实没有完全降下来 你看它还保持这个 大部分的时间利率都是高于 那个通膨率 所以你拿到利息的人 有保障嘛 它的利息没有被通膨吃掉嘛 是 现在的话你拿到利息是三% 然后你的通膨是8% 你赚利息不合算嘛 我懂了 刚才老师非常简单的解说 一百块钱你放在银行三%的利息 你领出来就是一百零三块钱 对可是东西 东西已经变一百零八块钱了 对你买不起原来买得到的东西 所以你赶快去买东西 老师那我问 现在很多人在预期说 那通膨是不是 因为在看通膨的数据 像上一次公布的CPI 其实已经稍稍有一些些的回落了 所以大家认为说通膨触顶 就是联准会停止升息的开始 这样的解读是错的吗 是迷失 我现在解释给你听 为什么是迷失 就是以为通膨数据放慢 表示触顶了 然后接下来来通膨 这个就是说联准会会开始 放慢升息脚步 就是联准会会放慢 因此放慢升息脚步 我说这个是迷失 因为解读错误是这样 我们是提醒大家 联准会有一个金句 单一数据不构成中期趋势 联准会看通膨是看中期趋势 如果你单一数据涨上去 还不行 如果一直涨就要 这样单一数据跌了还不行 如果一直持续下跌 那个才算 要构成下跌的中期趋势 所以你现在看到一个数据跌了 假设下一次的数据跌了 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他还在高通膨阶段 你首先要跌破0% 进入5% 4% 最后的话 你要往目标2% 前进要跌破3% 你现在还在8点多 你从9.1%跌到8.5% 跌到8.3% 那个都是高通膨的 那高通膨的情况下 联准会只能一直升 升到通膨下来为止 所以他第一个要先影响的是 就是投资人听好 就是他要先影响通膨的预期心理 之后才会缓映在通膨 你的数据上真的降下来 而且这个降下来 第一个要明确降下来 第二个要持续降下来 所以联准会看中期趋势 不是看单一数据 单一数据降下来没用 所以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个单一数据降下来吗 没有用 因为马上就扛回去 为什么 因为那个下降是原物料的下降 原物料是波动性很高的 那种波动性很高的价格降一下下 你就很高兴 以为他会晃慢升级脚步 你看扁了联准会 那我们来解读联准会 联准会对抗这些通膨 他的政策逻辑是怎么想的呢 你看第一个 高通膨如果持续一阵子的话 这个是包尔主席在全球央行会议的时候 把当年大通膨时代的货币政策教训 把它整理出来 就是四个要点 第一个如果让高通膨持续一阵子的话 他会产生通膨预期心理 成行了以后 就变成说我涨价你涨价 因为我预期要通膨了我涨价 然后后来我的供应商涨价 我的员工会要求涨价之类的 我涨价 那我涨你涨大家涨 果然是真的通膨 就自我实现的预言 所以不能让通膨心理 预期心理成行 所以联准会现在一直在讲这个问题 包括保我自己 第二个如果通膨成行的话 会有一个落后补涨 借用股票术语 什么意思呢 劳工说我要弥补通膨的损失 我要涨工资 房东要涨租金 租金跟工资 恰好是成本的重要项目 三分之二的成本是这两项 成本上升以后 企业反映成本只好再涨价 第二波涨价 那涨价以后成本又再涨 成本涨了又物价再涨 就螺旋性上升 这才是通膨的真正的恶梦在这里 所以这个不能太早松动 不能太早降息 为什么联准会这样讲 因为通膨死灰忽然 落后补涨 结果只好在已经升高的利率上 继续升息 才会看到上一次 已经升到10%了 还不够最后利率升到20% 一定要最后变成说领先通膨 所以不能太早 如果实在不得已的话 让基准利率超过通膨率 即使失业上升 即使经济衰退 在所不惜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看到 接下来的经济数据 有放慢的话 不要太早高兴 不要再陷入迷思 原来这些都可能助长通膨 原物料价格大涨 还有刚刚提到乌克兰战争 当然让能源跟食物的价格上涨 还有疫情下落 封城隔离 供应链断裂 这个也是火上加油 就是说这两件事情发生之前 已经有通膨 去年下半年已经有通膨了 然后这个是让通膨 从6%变成9% 火上加油 然后现在我们看 它真正的结构性因素 第一个刚刚讲 大政府思维下的财政刺激 货币刺激没有带来通膨 是财政刺激 政府主动花钱 第二个绿色能源政策是讲的 油价涨的时候 石油国家不是应该增加出口吗 美国不是夜营油应该启动吗 对不对 为什么没有 因为绿色能源政策 这个是左派政府 西方国家左派政府 包括民主党 省主牌 这个不能动 气候变天 变成他们的一个重要的主张 所以结果让这一次 油价跌不下去 绿色能源政策 所以现在看起来 通膨的驱动力量 不会这么快消退 对啊 因为还有一个逆全球化 就是当初全球化的时候 中国的那个制造品 加入全球交易里面 把成本压低 物价压低 你现在要脱钩 要逆全球化 当然会拉高成本 在这调整过程里面 逆全球化会成本增加 供应链重组 对不对 这个有助于通膨 成本上升 所以通膨的驱动力量 其实根据这个结构性因素 不会那么快消退 所以高利率的问题 也不会那么快消退 来 吴老师我们做一个结论 就接下来我们再看通膨 因为我们都有一些迷思 觉得说通膨数据 如果在接下来很高的话 或者现在有趋缓的话 联准会就会减缓降息 您的结论说 恐怕没有 联准会会升息 一直升到通膨预期心理 被打下来 通膨数据开始反映出来 终于跌破6% 跌破3% 往2%这个目标值趋近 才会结束这一场 对抗通膨的战争 现在他一定要升息升过头 升到大家说完了完了 不敢涨价 因为衰退要来了 不敢涨价 所以如果一直温和衰退的话 没有用 因为改变不了预期 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 衰退有两种 一种温和但是拖很久 一种是大幅衰退 然后很快可以拉起来 老师你觉得哪一种可能性比较高 颜准会现在支付只能选择大幅衰退 经济大幅衰退以后拉了起来 因为上次的教训是这样 经济大幅衰退有救 但是如果你一直 这个没有强力打通膨的话 通膨打不下去的话 没有用 因为所有的政策都变成去称通膨 不是称实体经济 吴老师您觉得 有机会落底的时间点 可能落在什么时候 现在外面的预测 国外的预测是明年的年中 第二季 那我们如果乐观一点的话 看看明年第一季会不会落底 就是指通膨 包括主席自己讲 从通膨触顶到向百分之二的目标靠近 至少要一年 根据上次大通膨的时代的话 五年四五年 好 谢谢吴老师 非常精辟的一个解读 请吴老师先行回座了 明年中旬也就是大概第二季 老师今天解读了大家 好多对于通膨数据的迷思 大家觉得如果经济数据 通膨开始往下降了 那连准会恐怕降息就有机会停止了吗 No 因为现在连准会 现在几乎六亲不认的 就是要来打通膨 而且利率不仅仅要跟上通膨 还要远远的超过通膨 经济衰退 连准会就是希望经济衰退 才能救通膨 还有金融风暴 金融风暴目前搞得越大 其实越有助于连准会 恐怕要加速的来进行升息 好 所以时间大家有个心理准备 老师说最快可能明年第二季 那这过程当中 我们的投资怎么样趋吉必凶呢 下一周的节目我们要告诉你 现在台股拉回来了 今天我看网路上就好多人在讨论说 能不能进场来低阶 能不能来抄底了 想进场又怕接刀怎么办呢 我们要告诉你DMI指标 露出了一些端倪 休息一下前线今天的赌虾 我稍后请临终告诉你 我稍后请临终告诉你